大家好,这里是Rays at the Future,我们分享真实的美国教育的方方面面。 今天给大家探讨的话题是走进神秘的美国中小学木工工作坊。 说起木工,我们看到这些精美的盒子,玩具,小家具,或者是小飞机, 还有小机器人,以及小的这些冲浪板,我们可能会想到由专业人士所制作, 但是实际上这些其实是学生制作完成的。 孩子们从选择木料,包皮木料,切割,打磨,最后装订,油漆完工, 都需要他们自己来动手完成所有的过程。 我所工作的学校,美国塔山学校也开有这样的木工课程, 从三年级以上的孩子都需要上木工课, 我们来听一下我们学校木工老师他的想法。 Richard Pierce本身就是从小特别喜欢自己动手制作各种东西, 他说他希望能够孩子们在把各种各样的想法最后变成现实, 因为每个孩子天生都有很强的动手能力, 但是他的主要目的是教会孩子使用各种工具, 这样子孩子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各种作品了。 其实孩子在做木工作品的时候, 他把很多所学的数学知识都要用上, 并不是一个直动手不动脑的过程, 而且他觉得每个孩子都那么的不一样, 每个孩子设计出来的作品都是各有特色, 而且孩子们这种技能一旦学会了, 可以转换为其他各个方面, 不管男孩女孩, 不管年龄的大小, 每个孩子其实都可以学会木工课。 其实每个孩子都有特别自己独特的创造力, 把他们的创造表现出来对提升孩子的信心都很有好处。 他的目标是希望孩子能够学会更有技能, 最后自己动手创造不管是木工, 而且还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能够发现机会, 感受到生活的美。 所以今年我们台湾学校也开在Mr.Pierce的带领下, 也开设了这样的木工的课程。 今年中国从国内过来了两个孩子, 专门来上了Pierce老师的木工课。 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上课的一些这样的视频片段, 第一次使用这种木工工具对他们来说, 刚开始是很陌生, 但是那两个孩子适应得非常的好, 很快就学会了使用各种各样的工具, 画图,做图,切割, 进行的得心应手。 孩子的作品也除了爱老师的要求做一个这样的木工工具盒以外, 他们也自己做了小坦克,做了小玩具。 孩子们的日记也是特别的有意思。 你猜猜我今天干的什么? 今天的木工课是自由创作, 我手心准备好材料,准备做一个箱子, 做着做着,我发现有一个钉子钉错了, 我就对老师说, excuse me,老师可真厉害呀, 直接就用手给扳开了。 然后另外一个孩子也写到, 我喜欢做木工, 它不仅让我们养成了情欲动手的好习惯, 也可以锻炼我们, 激发我们的思维, 还让我们懂得了更多的安全知识, 比如说, 老师摆在桌子上的东西不可以随便乱动, 是有危险的物品, 不可以随便靠近, 我觉得我非常开心。 其实就像龙印台说过的一句话, 上一百堂美学的课, 不如让孩子在大自然里走一天, 讲一百个终点的建筑设计, 不如让孩子去触摸几个古老的城市, 讲一百次文学写作的技巧, 不如让孩子在市场里面弄脏自己的裤脚, 玩是天地之间学问的根本。 好啦, 感谢大家关注Race of the Future, 我们跟大家分享真实的美国教育, 下次见。